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來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魔靈是一隻 增祖母級別的元三 正所謂王道漫畫裡越老的角色越強 不是沒有道理 身為元老級的角色 他到現在仍然可以作為特定場合下 最好的選擇沒有之一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魔靈 就是我們的水象犬祭司 水象犬也是一隻從古至今 幾乎沒有什麼大幅度改動的角色 畢竟定位太過明確 也無任何過度強勢的問題 算是平衡的相當好的一隻角色 他是一隻相當好取得的魔靈 雖然沒有強大的輔助以及戰鬥能力 但身為水坦 他可以說是超水方感水瓦 這麼一隻角色 讓我們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他的三維吧 畢竟啦 這個以前這個年代 可能營養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他的三維確實比較 咳咳咳咳咳 體力10710 中間水平 身為坦克類型的角色 體力如果太低就會略顯尷尬 尤其待會會介紹到 這些角色基本上 血量就是他最重要的素質了 攻擊力是一個不重要的數字 反正這個角色如果能打死人 也跟攻擊力沒有關係了 單純只是因為他能撐的比較久而已 防禦力則是中間水平的659 同上文喔 坦克型的魔靈 最重要的除了他的血量以外 防禦力則是可以讓他的血量高的更有價值 而最後則是腿長的96 嗯 一樣不重要 水上犬從素質上來講 就已經知道他的重點是什麼了 而非重點的部分還真的 真的不用去考慮要不要撐起來的問題 覺醒之後會增加25%的抵抗 讓他有更棒的坦克能力 雖然說一般的坦克型魔靈 如果能夠撐一點速度 都還是會建議去撐一點點 但水上犬就是那一隻 完完全全不需要去浪費素質 撐速度的角色之一 至於這個原因呢 就讓我們從技能組來提起吧 1技能 Pew 摸一下別人造成180%的攻擊力 以及自身最大體力的12% 並且會恢復傷害量的50%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係數 來到了243%的攻擊力 以及16.2%的自身體力 前面的攻擊力一樣完全不用管 畢竟這些角色的基礎攻擊力 就已經是個笑話了 而因為會吃體力係數 讓他的傷害打起來 不至於會讓那50%的吸血量 淪為字幕裝飾 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 2技能囉 2技能 嗯 反正就是一個補血技能 恢復主要目標25%的體力 其餘隊員恢復15%的體力 CD4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 目標血量回復量來到了32.5% 其餘隊友回復量來到了19.5% CD3回合 如果今天你選擇水上犬 只是為了他來補血 那 乖 放回倉庫 拿出你的這個惡覺水方喔 因為這個2技能喔 充其量只能說是個 呃 告訴大家啦他還是一個 牧師 的技能 雖然說補量不是真的爛到哪裡去 但就現行版本來講 各種補血會附加解狀態 或者是增益效果的META來說 就真的也不會亮眼到哪裡去啊 講完了被唾棄的1 2技能之後 該來看看他的3技能了 會這麼早的來介紹這隻角色 有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因為隨著新手玩家的加入 現在的原4、原5取得上 已經跟以前那個時代不同了 隨便見檢格人就是光暗滿街跑 真的有不少 仍然相當好用的 舊時代原3、原2被遺忘 他的3技能 護盾 只要受到暴擊 就會給予自身體力20%的護盾 兩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 看到了這個自身體力的26% 幾乎是1 4 沒有冗長浮誇的介紹 只有最簡單的護盾效果 而這個護盾 卻造成了許多角色的夢魘 看似26%自身體力的護盾 沒有多麼厲害 就算撐個5萬血 也不過是1萬3左右的護盾 隨便摸一下就可以破掉了 但只要被暴擊就會觸發一次 也就是說 如果你單下輸出沒有超過1萬3 而且你有暴擊的話 你就扣不到他血 而且他就會重置護盾 雖然大家可能會說 最近出的鬼武者系列可以完美克制 是啦沒錯 但是他是拿來作為 進攻的坦克角 漏盾角 並非防守型的角色 你看到鬼武者 不要用他就好啦 奇怪 這個護盾讓他的坦度可以說 來到了原3之罪 也因為攻擊時會有護盾 跟這個1 2技能實在太激烈了 完全不需要讓他動 只要站著被打不會死就好 而且還打不死 活像個刺帶嘲諷跟金剛不壞的 傻包 因為有了這個被動技能喔 就當對面有著各種風屬性打手時 我都會第一個想到他 第一個想到他 抱歉 這樣應該會中版權嗎 算了我唱的應該 不會被按Distack就不錯了 雖然說水瓦的被動減傷很強 但如同昨天的影片一樣 遇到無解的退條 炸彈傷害也是無法減半的 在選擇上呢 如果今天我只要坦住風屬性打手 就能贏的場合 我就會直接選擇水上拳 除非我希望 今天我的水坦是能有輸出 能有這個戰鬥能力的 我才會選擇水瓦 因為他的強大護盾喔 幾乎等同於 每次傷害量直接減1萬以上 那這邊還要稍微的小小提一下 因為暴力BUG的緣故 改正常之後的水上拳的坦度 可能會稍微下降一點點 在今天如果你想要利用屬性的優劣式 來坦水屬性魔靈的時候 可能不會像以前那麼樣的強大 但如果單論坦風屬性魔靈 他還是一樣是一個 作文屬一屬二位置的魔靈 符文素質的部分 極其簡單 2463顆體 附屬全程體 再盡量擺抗 高抗性可以讓他的幫助 他比較不容易被上破防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狀態 畢竟被破防後的傷害量 還是能加減打穿護盾的 正所謂滴水穿石 在這樣的情況下 長時間打久了 水上拳還是會倒下的 或者炸彈的高傷害 可能每次還是會扣到 5-6000左右的血量 甚至有加攻還會更多 敵抗到一次再補血一次 基本上又是生龍活虎一隻 所以撐高抗是讓水上拳耐戰的第一要素 其他可以撐一點防禦力 讓水上拳被打比較不會那麼的痛 護盾感覺更厚 其次就不重要了 對 真的不重要 他的被動讓他不用跑多快也很有用 他的技能讓他有攻擊沒攻擊都沒關係 在這樣的技能組之下 他的數值就是相當的簡單以及單純 種類的部分最簡單的就是6顆祝福 直接撐到體力最大值 放個忍耐可以加速擺抗 但內建覺醒25%抵抗的素質 跟選擇上單一 已經無壓抑的情況下 真的有需要用到忍耐來撐擺抗嗎 我認為暴使者這個保留的態度 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樣可能只差個10抗 那我反而會去選擇裝這個祝福 撐高一點血量更有意義 而水上拳也是一隻非常難得 我非常非常不建議使用暴走的角色 畢竟被動的盾兩回合 如果你沒事暴走一下 不就會有很高的機會把自己的盾甩掉嗎 暴走反而會是變相的成為 他nerf自己的一個符文 而我自己則是有另外比較稍微特化的玩法 也算是消耗一些比較沒有用的符文來搭配 是使用絕望 讓他攻擊敵人的時候有機會可以暈眩 石水上拳除了彈以外 因為高抗性不容易控住他 而他的攻擊只要暈到一次就算賺一次 讓他在場上的貢獻度可以來到更高 這樣的情形下可以選擇再多增加一點點的命中率 兩件套也可以讓他選擇反擊讓他反暈 或者是裝個破壞讓他打對面越打血越少 只是扣的真的很慢就是了啦 而魔礦的部分因為是拿來坦的 所以主屬選擇體力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而各類的減傷魔礦 都是能讓他護盾感覺更厚的一些選擇喔 二技能的恢復量增加 則是可以讓他不小心被摸到時 一瞬間補回一大格石對面心寒 最後的體力越高防禦越高 讓他加減在殘血時 有機會就是剛好靠著那一點點的防禦力 就是撐住牙撐血然後補回來 讓他變成一面鐵壁 好啦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 水上拳到底是如何使用吧 無論如何喔 這個只要對面是有風屬性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個屬性上 風屬性基本上在沒有任何的破防或血樣的問題之下呢 他就是會打水屬性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讓這個水上拳 就是放在場上 他就會直接被激活 被激活到底 那因為血量只要夠高 像是封奧這類的角色 雖然說可以勉強打破他的盾 但沒辦法把他打死 那雖然說封奧這類型的角色 他的炸彈是非常非常快的 可是他站在場上 基本上除非你連炸個三四下 不然的話基本上要直接秒掉 單一顆炸彈或單一次輸出 要秒掉水上拳基本是不可能的喔 那只要可以利用屬性上的大家可以注意到 從頭到尾呢我會希望說我的這個被傷害目標 就只有水上拳 所以可以利用的是風屬性只會打水屬性 或者是風屬性的破防角色會破防水屬性 然後讓水上拳變成全場集火的目標 那以這一場現在看到的來講呢 因為對面有水衣所以比較麻煩 我只要收掉水衣之後 那剩下的就又回到了什麼 就又回到了只會打水上拳的問題 而且風雄貓因為他會破防水上拳 所以我只要讓他破防完水上拳之後 水衣也會因為AI的關係 自動去打我們的水上拳 那這個地方呢 還是一樣我怕的是什麼 我怕的是被破防之後的擊火 所以我放上水上拳之後 風雄貓只會破防水上拳 那他又是擊火目標了 然後火方中我可以利用這種 火最高元素快速的收頭 無論如何場面來大家會注意到 只要對面是風屬性的打手 或者是這種有炸彈 有風傲這類型的炸彈角色 我都會選擇使用水上拳去彈傷害 利用屬性利用破防這些AI設置來彈喔 看完之後是不是覺得這個角色 好像怎麼叫你阿嬤來用 都會用 沒有錯 回到片頭的那句話 這隻角色的定位十分的明確且單一 他很難有延伸的用法 但只要正確的用了他 他就是能做到他應該做的事情 而如果今天真的很難得的 在對面看到了水上拳 不要嚇 雖然他沒有什麼輸出能力 但對於新手 如果不小心小看了一個 這個水屬性的補師 打到平手 他可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 包包不夠深遇到他 合成陣的風瓦可以有效率的高速解決 或者是風鎧甲這類型 高傷害爆發型的角色 也可以讓他一瞬間就登出 都是能夠處理他的 而同樣一句話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水上拳也是可以有效的增加 你的包包當中水屬性坦克魔靈 陣容深度的一個選擇 好啦那以上魔靈圖鑑系列 就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囉 這隻也算是我非常蠻愛使用的水坦 也推薦給非骨灰級玩家 可能對於一些OP的原三角色 還不熟悉 你們就會知道 在我們骨灰級玩家那個年代 開發過多少 大家現在可能不屑一顧的角色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大家掰掰